萧天叶冷声道 什么意思 欧阳暖淡淡道 意思就是 要请世子殿下送我们一程 萧天叶挣扎着想要坐起身 却猛地捂住胸口 额头上涌出大地的汗珠 吝声道 哼 不要妄想 你们是走不出去的 欧阳暖神色古怪地望着他 似是惋惜 似是惆怅 低声道 世子这样苦苦相逼 莫非还有别的原因 萧天叶面色一变 眼神更加阴沉 却始终没有说话 欧阳暖目光落在欧阳觉身上 心中的猜测慢慢成形 喧闹呼叉之声 便在此时传来 萧天叶突然站起来 他的角度已经能够清楚瞧见一道人影快速奔进 试图阻止的侍卫被打得人仰马翻 根本无法减缓他的来势 竟被他直冲了起来 卫风 你放肆 我的屋子也是你能擅闯的 萧天叶一眼认出 此人乃是大公主手下一等侍卫首领 立刻赤声道 你要干什么 被风不言不语 事先一扫 看到欧阳暖姐弟站在一旁 立刻上前走去 沉声道 欧阳小姐 大公主命属下前来迎接 萧天叶惊怒交加 两根手指曲起 在唇边稍微呼哨数声 片刻之间 殿内涌入无数侍卫 萧天叶冷声道 抓住他们 侍卫们将他们几人团团围住 内里侍卫直至长剑 外围侍卫则拉开了弓剑 卫风 你竟敢闯入这里 卫免也太过胆大妄为 立刻放下人 或许看在姑母情面上 我不会追究 卫风冷冷瞧他一眼 还是离夜不离 静自向前迈步 侍卫们也不由地跟着移动 寒光闪闪的长剑 带着一种射人的威势 到了这个地步 萧天叶还是不肯放过自己姐弟 绝非只是一时兴起 只怕 绝儿看见或者听见了什么 或是萧天叶以为绝儿在故意窃听 若果真如此 事情就麻烦了 欧阳暖在电光火石之间 已经想清楚其中利害关系 不由得皱紧了眉头 萧天叶下意识地移手辅住心口 他在犹豫 魏丰是大公主身边十分信众依赖的侍卫首领 不但武艺高强 更只听大公主一人调遣 一般场面根本镇不住他 若是真要乱剑齐发 将他们一起射死在这里 大公主追究起来 父王那里的确很难交代 但若是就让他这样把人带走 事情一样会不可开交 眼神落在欧阳暖的身上 萧天叶目中划过一丝极端复杂的神色 似乎矛盾至极 最终 他的宝唇轻轻抿了起来 从尺间蹦出两个字 放箭 在萧天叶的眼中 世上只有死人才不会泄密 被风立即大声道 我乃大公主手下一等侍卫 谁敢随意射杀 侍卫本已经叙事待发 听见这一句 却都面面相去 有些不知所措地望下萧天叶 萧天叶立即向前赶了几步 高声道 还要刺杀我 立即射杀 侍卫们不再犹豫 当即搭建入宫 一时尽势如雨 欧阳暖眼明手快 早已拉着还在愣神的欧阳诀 避到住后 卫风上前一步抽出长剑 飞足踹翻一个侍卫 一时剑光如雪 击落了第一波剑弓 趁着空隙 突然翻身跃起 在空中几个纵跃 左披右侃 专朝侍卫密集之处落足 打乱了弓箭手的站位 萧天叶原本还在观察 却突然觉得静上一凉 一道冰凉的瓷片 落在他的喉咙 寒气逼人 都住手 欧阳暖声音不大 却足以让所有人都停了手 萧天叶做梦 也想不到这种变故 更想不到 自己这样一个男人 竟然会被一个小姑娘劫持 不由得气地全身颤抖 咬牙怒道 欧阳暖 你竟敢 射人先射马 擒贼先擒王 欧阳暖淡淡一笑 笑容中透着一股冰冷的甜蜜 谁让你都将注意力 放在他们身上呢 欧阳暖 你想怎样 萧天叶冷声道 世子殿下 我不过是求您 放我们姐弟安全离开 这个要求 不算过分吧 萧天叶 目光寒冷如冰 哼了一声道 哼 如果我说不呢 难道你还敢杀我不成 世子殿下想拿性命跟我赌吗 欧阳暖的声音依旧温柔 然而萧天叶的脸色 却越来越难看 她面如寒霜 胸口不停地起伏着 显然正是在激烈地思考 卑峰也瞪大眼睛 不敢置信地看着欧阳暖 心道 大公主莫不是说错了吧 这丫头 还需要自己救吗 就在僵持的时候 门口突然传来高亢急促的传暴声 大公主到 欧阳暖微微一笑 快速放开了萧天叶并退到一边 手中的碎瓷片 被不着痕迹地倾置于地 大公主的身影出现在店门口 而站在她身边的 除了形色匆匆的陶姑姑以外 还有一脸震惊的欧阳老夫人李氏 这是怎么了 大公主严厉地目光环视一圈 天叶 你摆这么大阵仗 是在迎接我吗 萧天叶挥了挥手 所有侍卫们立刻如潮水般退开 他自己快步上前迎迎拜祷道道 姑母 不知您大驾光临 有失原因 他说话的时候 神情已经恢复平常 声音清亮 恭敬有礼 原来的狠辣和疯狂 竟在此刻全数消失了 欧阳爵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 他实在不能理解 一个人怎会变脸如此之快 大公主冷冷问道 欧阳家的少爷和小姐怎么了 为什么被你扣了 欧阳暖脚步轻快 带着欧阳爵走到大公主身边 萧天叶望了他一眼 沉声道 欧阳少爷只是误入猎场 欧阳小姐来寻他 我便将他二人带到此处稍事休息 正带去禀报姑母 您就寻来了 误闯 这怎么可能 李氏脸上露出震惊的神色 拉过欧阳爵 上上下下打量一番 发现并没有受到损伤 这才放下心来 那这满院的侍卫是来做什么的 暖儿 难道有人敢故意伤害你们不成 说出来 我替你做主 大公主显然并不相信这套说辞 哦 这侍卫吗 是欧阳少爷说 要观看侍卫们演练剑阵 我才命他们进来的 萧天叶抢先笑道 大公主定定看着她的眼睛 突然一声痴笑 哼 天叶 你在跟我说笑话吗 你不将她姐弟二人送回去 反而在这看什么练剑 别说是你 就是你父王都不敢在我跟前耍嘴皮 你敢将这套说辞说给你父王听吗 如何回禀父王 是我自己的事 怎敢牢房姑母为我操心 萧天叶软软地顶了回去 大公主 您请放心 欧阳暖语调柔和 但话一似兵 世子殿下只是太好客 他留我们也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那些侍卫可能产生了误会 以为我们是刺客 萧天叶胸口一致 咬着牙 忍着没有变色 大公主冷笑一声道 哼 那些个场面话就不必说了 全都跟我进来 所有侍卫们都留守在外 众人跟着大公主进了内殿 大公主坐在椅上 面如寒冰倒 究竟是怎么回事 欧阳暖万群下败 仰着头道 请公主殿下 为我们姐弟做主 自己不可以去求大公主 但大公主主动帮忙 便是另一种说法 再加上经过刚才一番变故 萧天叶都还不肯放弃杀绝儿 那就一定要依靠大公主的力量 给她施加压力 欧阳小姐 起来 快起来 有事慢慢说 一旁的陶姑姑 看着大公主的脸色 赶紧上前去搀扶 然而 人却没有搀扶起来 欧阳绝也跟着跪倒 欧阳暖跪着没动 直视着大公主的眼睛道 秦王世子殿下 以今日决人误闯立场为名 又杀了她 我匆忙得到消息赶来 百般求情 殿下都不肯改变主意 猎场本是皇家场地 却并非禁地 绝儿纵然犯了错 却也不到当场处决的地步 此事还请大公主明察 给绝儿一条生路